一切有违法,如梦幻浩影,如路易如电,应作如世观。 世界为学佛之基石,由智族二类,支持其诸物莫足, 支持其众善奉行,借傻多至嗔,借盗多至贪,借饮多至贪吃,借妄语亦多至贪吃,借酒则至贪嗔吃三度试验。 最初持戒,仲在四十不犯,若为菩萨则动念结犯。 我们继续解释了经文,菩萨与法,应无所住,心与不识。 前面给杜伦报告过,不识涵盖一切法。 所以他的意思,有无限的声光,不识有三类前面说过。 持戒,持戒是说于无微不识,而持戒实在是舍佛的基础。 这是我们必须要重视的,金人说佛,比古人多。 金人说佛的基缘呢,也比古人要来得方便。 为什么成就不如古人,说再就是,现代人对于戒律所获的。 本金,世尊发起,是从持戒发起的。 这就是,如果要不从戒行上认真去做。 佛法,佛法再好的理论,也都落空了。 这个就是,为什么世尊在此地,特别强调着,要醒于不识。 诸位听这个话了,要知道里头的含书,不识只有不识。 就是六度都要行,不能住,住就是不行了,不行是不可以的,一定要行。 要做不识,要做不识,要忍辱,要经济,要禅定,要禅定。 通通都要认真地去做。 我在初学佛的时候,也犯了一般知识分子的通病。 知识分子对佛学很羡慕。 佛法的理论说得很高,说得很远。 。 这个研究识分子都非常有兴趣。 可是对于戒律,就疏忽了。 认为时代不同了,何必还要省那些戒条呢? 尤其是读书的人,稍稍顺别到一点现代科学,他一定会想到。 释迦牟尼佛是三千年前的人。 三千年前定下来的那些戒律,现在怎么是用了? 这个国家的法律,连宪法,过个几年都要修订一次。 佛的戒律三千年都没有修订过,这个怎么好用呢? 那么同时呢,又会联想到他是印度人,那我们是中国人。 我们的意识形态不相同,我们的生活方式也不一样。 那些戒条,现在怎么能行得通啊? 自自然然呢,对这个戒律就不感兴趣了。 通病了。 善知识老师,真正好老师,也晓得现在一般年轻人的想法、看法、做法清楚得很。 。 反正这些事情劝你呀,也没用说。 你也不会接受。 说多了吗? 你还厌烦,还起反感。 干脆就不说。 如果真不说呢,那也对不起学生吧。 所以我最初修订过的三年,听见当家大使。 我每一个星期跟他见一次面,大概有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的时间。 这三年当中,他老人家有的时候轻描淡写。 这个不经意的会说一句,戒律很重要。 他老人家原集之后啊,我想一想,我跟他三年。 学了些什么东西啊? 这句话的印象最深。 因为至少听了差不多有三四十遍都不止。 每一次台湾不啰嗦就是这么一句。 戒律很重要。 这个第一次讲的时候,讲的比较详细。 他说戒律,他用一个比喻说。 比如,我们从台北到高雄坐火车了。 坐火车嘛,现在要买火车票了。 直接就像你手上拿着这张车票。 你拿着车票才能上车。 我决定不能丢掉。 到战之后啊,还要收回。 戒律又像这样。 自始至终啊。 这就说明了,持戒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 决定不能够疏忽。 因此,我们对于戒律才重新去肯定。 重新去认识。 实在讲呢,大小陈经上,世尊都受苦。 因戒神定,因定开会。 那么,我们要求的是定会。 戒心是定会的基础。 没有这个基础,定会决定不能成就。 这也就说明。 现代人,学佛可以不辱故人。 原因在此。 那么戒行戒律呢,有指足。 两种方式。 指是禁止。 决定不能做的。 做了呢,就破戒了。 第二种方式。 作词。 作词。 你一定要做的。 你不做就犯戒了。 所以,只做二执。 二执。 这个地方,所取的例子,都是支持。 像这个,五戒,舍戒,都是说于支持。 决定要进行。 决定要进行。 他的精神,我们要结束。 诸我莫做众生奉行 指是诸我莫做 行是众生奉行 凡是有利益于众生的 那就一定要做 不做那就犯行 在大小臣戒律里面 都有例子 我们今天做戒本 这个戒本上只是举例而已 那么戒条是不是有修正的必要呢 有 这是真的不是假的 除了根本戒之外 那是超越时间超越空间的 那个不需要修定 比如讲不杀生 不偷盗 不邪淫 不妄语 不饮酒 这个五条戒超越时空 三千年以前这样做 正确着 三千年以后今天 还是不能改变 这叫根本大戒 除根本大戒之外 戒律当中 多分的都是生活的规范 那生活规范 当然 应时 应地 就不一样 所以 所以 戒律传到中国来之后 我们中国的祖师大德 唐朝时候 不要让大死 我们晓得 中国佛教的特色是丛林 印度美 丛林呢 就相当于佛教大学 正式办大学 办学校 那么学校 当然有学校的制度 有学校的规矩 不当大死 制定清规 清规 就是戒律的现代化 本土化 依照我们自己 国家人民生活的状况 缺乏佛教的精神 也就是 把这个戒条条文呢 重新来修订 那么这个称之为清规 清规就是戒律的本土化 现代化了 我们讲现代本土 都是唐朝那个时候 唐朝到今天呢 有1300年了 这1300年当中 在中国几乎每一个省市 每一个丛林 都有他自己的清规 那么这些清规 都是依照 不要让大使这个本子做根本 他那是母法 是根本法 依照那个的 争处情形来修订 必须叫他 适合于此地 此时大众在一起 寻求 所以每一个寺庙都有他寺庙的规律 都有他的常驻公约 就是这个就对了 这就正确了 此地举几个例子 我们一定要从这个例子里面 去反省 去思维 了解他的用意 而后晓得 我们在生活当中 应该要怎样去做 解沙 佛为什么制定这条街 当然制定这条街的因缘很多 那各位看这个沙密律与证著 就知道 沙密律与证著 写得很详细 但是他的重点 是对之诚惠 也就前面讲 反复 病根 是贪嗔痴 三毒烦恼 三毒不除 就没有法子 脱力六道轮回 这个不出轮回 非常之苦啊 那么这个戒啥呢 对之成灰 培养慈悲心 目的在此里 这个戒道 是对之 金瘫 特别对之 这个 贪欲 这个戒影 里面有贪 里面有贪 又有欲吃 是对之症 换一句话说 福这个五条根本界 就是五天要 治我们 至我们三毒烦恼的 戒妄语 妄语 也是有贪嗔 戒酒呢 那是贪嗔痴 三毒 通通都有 可见的 每一条街 他有他的对象 最初持戒 我们 修佛 入门 要着重在四十上 不反 也就是在四上持 那么这个是属于 小臣戒 小臣戒 论四不论心 那个戒罪 完全从四上 来判断 大臣 比小臣就高得太多了 大臣菩萨 他是 论心不论肆 大臣菩萨持见 在齐心动念之间 他看到一个众生 不喜欢要杀他 动个念头要杀他 没有杀他 但是他破戒了 那个小臣人 小臣戒罗汉 发个狠心要杀他 但是没有杀 不破戒 他论私 像现在法律上 判刑一样 他论私 他不论心 心也就这么想了 没有罪 大臣菩萨了 动齐心动念 就结罪 那么由此可知 大臣戒难吃 小臣戒好吃 这个大臣比小臣高 从这个持戒 也能够看得出来 至于坐持里面 也非常非常之多 譬如佛教跟我们要修六度万恨 六度万恨你要真做 你不做我就犯了 叫你不施 不肯不施 那你就犯戒了 这个是一定要想的 为什么呢 对自己 对众生 都有很大的 比 第一 底下一条呢 认辱 这也是世尊在金刚经里面 特别强调 六度是在讲 其他的佛都说的很少 五十 认辱 这两条说的最多 那么由此可知 不实重要 这个认辱重要 认辱 是安忍顺受之一 安心顺受也 这是很难做到的 可是非要做不可 为什么呢 你要不能忍 注意想想 我们修行 关键是在定 是在成定 我们念佛 求的是一心不乱 这什么事情不能忍 你还想得定啊 得不到了 所以忍是定的 预备功夫 必须能忍 他才会得定 他才能得一心不乱 那么换一句话 我们要想得一心 要想得定开会 那就分修忍如不苦 离开忍如 没有第二个方法 非常重要了 非常重要了 入耳能忍 本来这个忍呢 是难忍的意思 翻尽的法斯 把它翻成忍辱 这个里面呢 有特别的意思 中国古时候的念书人 很有气息 所谓的是 思考啥 是读书人的 读书人杀头 没关系 不可儒 不能够误儒 也就是说 中国知识分子 对于儒 是决定不能忍受的 看得很严重 杀头都不在乎 那误儒 不可疑量 翻尽的法斯 看到中国人 这么执着 忍辱 这如都能忍了 那就没有话说了 那一切都能忍了 把这个看得这么重 所以特别的翻成忍辱 辱而能忍了 这五四不能忍 那这个 忍的波罗蜜 他真正能有成就 这种翻译 专门对付 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 多数人 若问佛法 遵照实现 不怀疑 不驾杂 为法人 安人顺受 范围 非常广大 在日常生活 在日常生活当中 大概最难忍的 忍是 欢心 人与人之间的相处 要忍耐 要忍耐 忍下面的一定有个让 要忍让 要能够 保持着自己心地的 情境 平等 我们修持的功夫 才天天有进步 不止于 退转 那么其次 物质环境 环游 自然的灾害 都要能够 忍受 在这个环境里面 无论是 顺境逆境 要真正能够 不为境界所转 你的忍耐 有了功夫 求学 学佛 也不例外 也要能忍耐 比如 学生在学校念书 从小学 中学到大学 十几年 十几年 他要没有耐心 人受不了 他就毕不了业 学业就不能完成了 佛法的修持 时间很长啊 不是一身 两身 就能成功点 佛在经上成熟 反复从初发心 到圆满 成福 要经历 三大 八三七七 要经历 五亮节 这么长的时间 我们想想 他是经过多少事啊 学生 受伤啊 那要没有耐心 你怎么能成就 我们在座的同修 本经 佛为我们 大家都受了祭 师尊说得很好啊 这个经是为谁说的 为哪些人说的 为发 大心 这说 为发 无上尘 这说 那么我们在座的 我还看到有很多小朋友 他两个重点也乖乖地坐在那里 那不简单啊 那也就发大心啊 发 无上尘心啊 他才能坐得住啊 所以说 都是 都是过去身中 多生多结 非常深厚的 善根 负责 我们在末法时期 能够遇到 这部经典 能够在一起 研究讨论 绝不是 偶然的 世界 没有偶然之所 都是有 很深的 因缘啊 所以学佛 要有耐心 没有耐心 绝电 不能成功 要用真诚心 清净心 平等心 坚忍之心 要坚持 要忍耐 我们才能成功 这个真的是 成大功 所以文法 文法要尊高 实行 前面说过 佛法 要醒 不要住 也就是 一定要实行 要去住 学了之后 马上就用得上 就在自己 日常 生活感中 不怀疑 不驾脏 不怀疑 两种人 不怀疑 一种人呢 是把这个道理 都搞清楚 都搞明白了 他不怀疑 死心 他地 却到座 另外一种人 福德 大的人 这个不是讲福报大 福德大 比福报大 殊胜 福德大的人呢 他虽然理论他不通 他也不想研究 但是他就肯老实做 这个人福德不可思议 我们看到有一些老太婆 念阿弥陀佛 你问阿弥陀佛什么意思 不知道 念了将来 佛就借赢我往生了 他就懂这个 其他的说都不懂 他就老实念 念了两三年 他真的站着往生 坐着往生 我们一般人都比不上他 他不怀疑 这个是福德 神后 梅桃经上 不可以少善根 福德一年 他福德 这是我们一般人 比不上的 所以这两种人 不怀疑 除这两种人之外 那个疑问就很多很多 没有法子 避免不了的 所以我也曾经说过 这个疑问多的 都是福老师 老实人呢 就是善根和福德厚 他们有疑问 他就是一句 一头念到底 没有疑问 疑问多了 就是福老师 当然越多越不老师 这个是一定道理 不驾杂也很难 要有高度的智慧 所以实在讲起来 这个经上讲的 一点都不错 要多善根多福德 多福德的人不怀疑 多善根的人不驾杂 他专了 专精了 江居士在这个讲义里头 也说到这段事情 固然 佛法了 要广学多闻 广学多闻 那看什么对象 不是每一个人呢 都能做得到的 他举出几个例子 像中国历史 清凉 了不起的 华严重的祖师 智者 天台 大四 古代这些大德 我们仔细去观察 他们一身呢 大概 弘扬的 只是一两步进而已 是不是他了 故意做个样子 给后人看呢 江安居士说 不是 以一般人的能力来讲呢 一身呢 修 一两个法门呢 就很了不起了 后悔我们在华严经上所看到 五十三位 法神大四 他们 视线的 都是学义们 正如同 中国古代的 这些大德们 一身当中 只弘扬 一年不尽啊 这个不是 谦虚 这是四十 只有这样啊 功夫才真正得理 才能够 彻底 同堂 什么原因呢 他心定 他心近 清净心 就生智慧啊 智慧心情 说实在的话 事出事尽 一切法 没有不通达的 虽然一切都通达 他还是守住他自己的一门 为什么原因 他虽然通达 每一道究竟 没成佛 成佛才究竟 因此 他这个一门深入啊 一直到正得究竟 圆满的 佛国 实在说 最好的榜样 大师之菩萨 我们都论眼睛啊 他老人家说的最清楚 最明白 我与 五十二 同仁 这句话就是告诉我们 一门深入 同仁今天讲 智同道合的 五十二个人的 都是一门深入 那五十二个人是职 是信 是住 是行 是回向 是地 等觉 妙觉 是讲的这个 专门呢 就是专修 进出的 一门深入的 大师之菩萨 代表的 这个的确是 无比的 智慧 一般人只晓得 佛门里面 菩萨智慧 第一点 文殊私利 不知道 大师之菩萨 文殊私利 菩萨 是广学多文的 大家认为这是 大师之菩萨 一门深入啊 一门深入的 那个智慧 比广学多文的人 高明很多啊 那么文殊菩萨 到最后 还是要念佛 求生进度 还是要向 大师之菩萨 看习 我们读经 这些地方 绝定不能够疏忽 里面寒暂的东西 太丰富了 太微妙了 所以这个夹杂 是严重的障碍 我们今天 修持很难成就 就是心里夹杂了 不但夹杂着 许多佛法 缓杂着世间 五与六成 你说这个成就 当然难了 所以念佛 为什么不能对应 为什么不能对应 这个念佛人 听说金刚经 金刚经不错啊 也想念念 蒲门瓶也不错啊 钥匙经也不错啊 不念钥匙经 生病了 没人治 每一尊佛菩萨都想拜 每一顾经都想念 这就叫做夹杂 你的功夫不纯啊 你很难得清净心啊 诸位要晓得 学佛目的在哪里 目的就是要得清净心 搞那么多 得清净心就难了 一样就容易啊 所以你从一门上 你清净心得到了 所有一切 祝佛菩萨都欢喜啊 没有一个不欢喜的 你成就了 大家都祝福你啊 你天天拜这么多福 拜那么多菩萨 念那么多经 这些祝佛菩萨看到都摇头啊 你搞错了 真的是可惜啊 真是搞错了 所以千万不要什么 拿我们凡夫心去测量佛菩萨 哎呀我不拜他 对不起他 他怪我了 他还会怪你 他怪你 他就不是菩萨 他是凡夫了 所以你有这个念头 对待佛菩萨 罪过很重 你把佛菩萨当作凡夫看待 你看你这个最多重 佛菩萨当作凡夫看待 佛菩萨的心都是行进的 都是平等 都是希望我们早一点成就 所以这个架杂是决定要的 那么这是法人 你看看我们要从一本经里头 如其他的都不要去看 这个要忍呢 忍不住才行啊 你要忍不住的时候 偷偷的还是看别的 那就不行了 一定要能够忍耐 一门神父 又如三本无神之礼 这个般若经上说的很多 大臣经上也常说 无人能明了 能实行为无神法人 对之成会 这个对之 极微细的成会 真的无神法人呢 那就是法神大事 所以那个成为极其微细 不但我们没有法子发心 即使沃鲁汉可以制服 全教菩萨 也看不出 他还有成会 那是这极其微细的 精进 底下再讲这个六度里面的 第四条 精进 精 有精细 精密 而已 有这两个意思 进步而不盲从 是精细 我们讲的 那个人 很细心 这里头 也有 谨慎的意思 小心 小心 谨慎 对于自己的修学 很慎重的 去思维 去选择 绝不蒙愁 他的路子 就纯正了 不会走上 气头 不会堕落在 邪尽 这个很重要 进步 进步而不劣等 是经历 行事 坚信 换句话说 守规矩 依照 四地 去修学 不贪图 快速 这个是精密 这个是精密的意思 精进 对质 懈怠 懈怠 是我们 五十节来的 大烦恼 释出世间法 一般人之所以 不能成就 都是 懈怠 懒 懈怠 障碍 那么由此可知 精进 就是 勤奋 但是 勤奋 没有 精进 两个字的意思 圆满 精是 纯而不操 也就是 勤奋 讲的 英文 神 这样 进步 不但快速 而且 稳当 然而 世人 初学 很难见到 所以 他大意 疏忽了 没有依照这个方法 去做 禅定 是 寄行一处 久后 得定 得定 结成 三昧 禅定的修法 起初 把心 安在 一处 时间 时间久了 就得定 得到定 就叫三昧 三昧是 凡语 英语 凡语叫三昧 中国意思呢 叫 镇定 也叫 正 正常的 享受 我们 反复 享受 不正常 反复的 享受 佛在 经常 讲的 五类 苦乐 忧 忧 喜 水 这种享受 不正常 大家一定要知道 心 有忧 喜 年终享受 身 有苦 乐 年终享受 那个 不苦 不落 无忧 无喜 叫做 水 通通都放下了 水 水不是很好吗 是好 但是他时间太短了 他不能永远保持 永远保持 就叫定了 所以我们写的时间 很短暂 也遇到境界呢 这个苦乐又喜 又现前 那么由此可知 这个寄心 一处 是很高明的 方法 前面说过 古无大德的教学 为什么教给我们 一门 神 一门呢 心安住在一处 久了呢 久了就得定 方法 很多 有用 参禅的方法 有用 念活的方法 有用 持咒的方法 有用 度金的方法 度金 度一步金 才能得定 每一天都 不要去换第二本 我们在 谭经里面 看到 发达 成事 度法 花 金 他 法 花 金 多了三千多年 我们知道 我们知道 法华金是相当大的分量 有七卷 大概就是一天 念一遍 三千多遍 就是十年了 十年了 念华华金 他心定 相当的定功 直到六卒回家 六卒几句话 一说 他就开悟了 我们为什么开不了悟 我们心不定 道理就在四地 那真正高明的善知识 看到你定到相当的程度了 几句话 给你一个歧视 你就恍然打 明信仅信 特别的 是在陈宗里 陈宗这些古大德 他们的手法 妙极 真正是成就人的 教下也不例外 一步金上 跳舞 当然 最好的 选择这个读经 最好的 是一项法华金 和乐言经 这么样大步的 一天念一遍 念的时候 要注意 要用真诚心去念 清净心去念 恭敬心去念 要极其恭敬 你才能得利 精卷展开 从如是我闻念到信寿风行 不许打一个妄想 那叫修定 那打妄想 都不行了 那经里面有很多意思 可不可以想一想呢 不能想 一想呢 把你的定义又破坏掉 不要去想经意 就是一时全力 这种呢 是很高明的修行方法 给都说 不仅是修定 这个里面有戒 还有会 戒定会三十 一次完成 一步经 你要念三个小时 四个小时 你就在那里 这三四个小时 修解定会 戒是什么呢 前面说过了 诸我莫足 众山父亲 你看你读经 就像面对着 佛菩萨 听佛菩萨的教诲 恭恭敬敬 一念不生 专心在地听 都一个妄念都不起 那就诸我都莫足了 不但神不足 我可不足 心里面我念都没有 诸我莫足 大乘经典 是如来从真书本性里面 流露出来的真言 释出世间法 第一善 读经就是 众山奉献 戒 举足了 不要一条一条 去学 大小成戒律 统统举足了 读在其中 专心去读 这就是修经 念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没有念 没有念错字 没有念漏字 没有念错行 那是会 你才晓得 念经是 戒定会三学 一次完成 真修行 如果 如果你在念经 一面念一面 想经里的什么意思 那就完了 戒定会 全部破坏掉 所以读经 跟读世间那些课本 不一样 世间学生读课本 是可以去想的 里头没有戒定会 佛和读佛经 我们目的是修 接定会 所以读诵的时候 不可以想意思 我要修定 用这个方法来修定 修戒 修定 修会 这个法子 妙得很难 我们现在 为什么不选 大补经 去选 无量寿经 现在人 没有耐心 你只要 把他坐在那里 念三个钟 都要他命 这怎么得了 这都受不了 所以才没有法子 才选一个适当 小的 心经很少 不管用 时间太短了 时间太短了 不管用 那么看来看去呢 像无量寿经 这个分量的 恰到好处 这部经 如果你念熟了 念到可以背诵了 念一遍 大概半个小时 半个小时 不长 也不短 一个人的心 能定下来半个小时 很难得 一天当中 能够把心 轻松 一起望念放下 去让自己的心 定半个钟点 很有受用 对于你的身心健康 有很大的办法 这个是读经的好处 读经的方法 一定要懂 就是决定 不要去 想经的意思 想经里面的教训 你读完了以后 才就想 那个可以 想想 是经常怎么讲的 我们时常生活当中 应该怎么做 那个行 读经的时候 我是修经 读完之后 我要把佛的教训 在我这一天生活当中 去用上 这个可以想 这叫寄心一处 久后就得定 对之散乱 昏尘 调血 可以对之这些烦恼 心散乱 昏尘呢 提不起精神来 特别来 在打佛期的时候 大家能够见到 打佛期一指尽 你看有不少人 打瞌睡了 打呼了 睡着了 打呼了 那就是昏尘 精神提不起来 还有一种呢 一坐下来 不坐还好 一坐下来 那个心里都七上八下 妄念特别多 那叫吊源 吊源的妄念特别多 这个是我们一般人的通病 如果有 不要怕 很平常 自古以来 学佛的人 多多少时候 都有 要用方法来对之 如果是昏尘 很严重的话 你就不坐 别人都止尽坐在那里 你到旁边去拜佛 用这个方法 对之 换成 如果是吊绝呢 你就把精神集中出来 修订 像前面讲的 管道的功夫 那个功夫很得力 不要去打妄想 像佛经上 或者是一段 或者是一句的教训 你就观想这些 能够把妄念 收拾住 不如是心体上 发生的政治 也就是 我们自信里面 本来 居足的智慧 这不是 外头来的 不通 世之 变从 跟这个世间 聪明 智慧 变才 不相干 那个世间 这些东西 不是 波罗智慧 这是我们 必须要明了 要清楚的 简单的说 自信 真实的智慧 先要想到 自信是什么 自信是真心 真心 就是 清净性 就是 平等性 真心 起作用 就是 波罗智慧 千面说 我们的真心 不起作用 原因在哪里 我们有分别 把我们的 妙观察之 掌握 我们有执着 把我们的 平等性 之掌握 此修定 妄想 分别 执着 统统 放下 统统 学习了 心 恢复到 清净 恢复到 平等 清净 平等 起作用 就是 平等性 之 妙观察 这两种 统致献贤 你 除世在人间无 伴四 就是 臣所作之 内心里面 就是大元净 就这么一段事情 这才晓得 清净 平等 的 重要性 无量寿经 好啊 古人称他为 地经 有道理 经题上 就表示清楚 清净 平等 修什么 就修这 三个东西 这三样呢 是一二三 三个而已 一个得到了 三个都得到 所以我们 敬宗发门 修行的重点呢 这三个里面 着重在 清净 对之 于此 智慧开了 于此 就没有了 能破 无名 短 六波罗密的短 唯有 波罗 波罗密 能破 无名 换一句话说 就能正 发身 设行 一切法治 功夫 能不着相 即是 不弱 佛法 最终 定会 不但 大臣 小臣 也不例外 没有定会 就不能够 成就 本经 世尊 就是教导我们 要开 波罗智慧 不但要开 波罗智慧 而且要开 最殊胜的 金刚 波罗智慧 所以 佛在这部经上 把这些道理 方法 境界 都跟我们 圆圆满满的 说出来了 要从哪个地方 去开呢 也就是说 从哪里下手 从哪里去做呢 不着相 行 一切法 所以经上有两句 很有名的话了 六读在这儿 开悟的 应无所住 二身 其心 实在讲呢 这一句经文里面 应无所住 行于不实 应无所住 就是应无所住 行于不实 就是二身其心 不修一切法 如何难夺众生 这一句里面 我们特别 要注意到的 这个 度众生 先度自己 自己是 众生 众生 这个名词 它的定义 是众缘 活活 而生 起的 现象 就叫做众生 我们这个 是这一个人 四大 五蕴 众缘 活活 而生 所以 这叫众生 佛用了 很多巧妙的 术语 目的 无非是叫我们 念念主 不要你了 佛教团体里面 佛门的团体 称 诸中 不称 诸 诸人 这个大堂里面 诸多少 诸 而不 诸 诸 多少 人 诸 诸 多少 人 呢 增长 母 值 母 像 人 像 众 生 像 受 者 像 增长 这个 他不叫 诸多少人 诸多少 中 诸多少 众缘 活活 县的 假象 就这个意思 他叫你 绝物 众缘 活活的 假象 不是真的 那 荡体 皆空 了不可得 他的名词 是有点 含义很深 这就是 字字句句 提起你 观照的功夫 让你在境界里 不至于迷惑 所以 我们一看到 佛度众生 自己这个是众生 这个众生 度了 才能度别的众生 这个众生度 度不了 要度别的众生 没有这个道理 怎么讲也讲不通的 哪有迷人会度物人的 那种道理 不可能的事情吗 觉悟的人才能度迷惑的人 迷惑的人 怎么能度 度人 迷惑的人 度迷人 是越度越迷 越迷又生 那怎么行呢 修一切法 而度香 也不能度众生 这个地方的话 真的是非常重要 含义 无尽的声光 修一切法 譬如前面所讲的 不时 持戒 忍辱 金金禅定 不如 修一切法 修一切法 你还多像 你不能度众生 众生 怎样得度呢 破四相 破四界 你看金干经 前面讲得很好啊 若菩萨有我相 人相 众生相 受者相 极非菩萨 菩萨才是一个 已经得度的众生 极非菩萨 就没得度啊 还是凡夫啊 凡夫跟菩萨的差别 凡夫着相 菩萨不着相 差别就在这里 我们修一切法 还着相 那个不是修佛法 是修世间 游漏的 善法 是修世间 游漏的 佛报 你修 你十五界 修六度 你着相 将来的果报 这三三三道 不能出三界 不能 了生死 不能 明心见性 不能 成佛 因为 你着相 要理想 菩萨的修行 跟我们一般人 不一样 他在持戒 修六度万分里面 练不住相 在这个里面 锻炼 不分别 不起心 不动念 不执着 他认证 这是真正不如 与这个 清净心 相应 永远 保持着 清净心 不为 外境 所转 这个外面境界 样样的做 没有一样 他厉害的 样样的做 在做的当中 保持着 清净心 修一切法 这个如果说是 着相的话 修一切法 究竟从何修起 则 心心不实 不实为四摄之手 这是佛教导我们 修行 从难得修起 从不实修起 不实 放下 实 真干 才行 不是真干 这个里头的 功德 利益 你得不到 因此 我们说佛 成败的关键 地球 是在 与自己 有缘的 善知识 我们查一下 好老师 老师要跟自己 有缘 现在讲 事出世间法 离不开 语言 词 语言太重要了 与自己 有缘的 善知识 你肯听 他话 没有缘的 善知识 虽然 讲 同样的话 不听 不接受 我自己 说佛 缘就 非常 殊胜 所以我没有走 冤枉路 我接触 佛法 不到一个月 就认识 张家大使 跟他 很投缘 我非常尊重他 他也很爱护我 很有缘 他说的话 那个时候对佛法 根本不懂 刚刚接触 什么都不知道 他讲的话 我肯听 我肯照做 很不容易 没搞清楚 就做 头一天 跟他见面 我就向他老人家 提出一个问题 我说 我知道 佛法 很好 非常难得 有没有 很快的方法 能叫我们 一下子入境 区 就我们很着急 我这个问题 提出了 他不着急 他老人家入定了 不过他那个定 不是眼睛闭着 不是眼观鼻 鼻观心 不是 他眼睛看了 一句话不说 坐在那个地方 看了半个钟点 入定了 他入定了 我也入定了 是不是 那个教学法 高明啊 太高明了 以后我们想 必须整个心 定下了之后 然后那个话 才有用处 否则的话 讲太多了 没用 那个力量不够 必须的时候 要定到相当程度 我们要拒尽会神 等着 等着他听 他老人家 怎么说的 那个时候还不懂 什么叫开示 对佛法一窍不通 老人很慈悲 等到半个钟点 他才好不容易 说了一个字 有 一个字说出来之后 又没有了 又入定了 不过这次定的 没有那么长 就是大概五分钟 所以跟那个老人在一起 非常有味道 虽然一句话不说 现代人讲 磁场不一样 跟他在一起 身心无数场 真的是烦恼 杂念都没有了 都被他的时候 这个修饰住 那个力量很强很强 那么过了五六分钟 讲了六个字 看得破 放得下 他讲没有我这么快 他的字讲得很慢 一个字 一个字一个字 很重 好像那个字凸出来 清津之力 那么这两句话 我听了 明白意思 要看破 要放下 其实 我们理解的意思 也是似是而非 不够精密 但是等一点意思 我接着就向他老人家请教 从哪里下手 这大概又等了十几分钟 等到两个字 不识 所以第一次跟他老人家 在全部的谈话 就这么多 差不多一个半小时 我向他告辞 他老人家非常慈悲 送我到大门口 送到门口啊 拍拍我的肩膀 告诉我 我今天教你六个字 你好好的去做六年 那我就很老实 我就真的去照做 做六年 那做什么 布施 写 很难写 那个时候 我们的生活 非常辛苦 待遇很微薄 我自己的生活 的确非常简单 我喜欢呢 就是读书 所有的收入啊 都买收入 所以我一年的收入 那个书架上一看 就都在上 很喜欢书 人家要向我借书看 我不会借 为什么呢 他把我的书搞脏了 搞坏了 我不肯借个人家 好 这跟张家大师叫我布施了 这个心放宽一点了 书啊 人家来借的时候 我肯借个人家 在过去时又大一点了 可以送个人家 那么当然最初的 我看过的 可以送个人了 旧书可以送个人了 心地好的 自己有的不能跟来 过一个时候呢 知道了 自己用旧的 心地送个人家 慢慢进步啊 布施了六年呢 就布施得干干净净 什么都没有 我的书是不少 那是学佛也六年了嘛 台中 李老师 办了一个磁光图书馆 我知道 我把我所有的书啊 都捐送给图书馆 他在那个时候 刚刚创办的时候 我捐去的书啊 占他全馆五分之一 你想 我的藏书有多少 占他图书馆的五分之一 全部捐帮 到军完了的时候啊 很清净 有些事情呢 将要发生的事情呢 预先就知道 清净心齐作用 当家大师呢 什么 他真干 他不干不行啊 不干 到不了这个境界啊 许多事情呢 都能够有预知 使要紧 不使不行啊 不使 是烦恼啊 你心里 有了东西 有牵挂 有忧虑 有烦恼 统统把它使得 干干净净 那多自在 多痛快啊 不写的人 不知道啊 这个舒服痛快 你们想都想不到 一定要真正去做 所以从布施下手 张家大师叫给我 我也就从这边做起 布施 为四穴法之手 这个四穴 穴 穴授 穴授众生 佛穴授众生 四个方法 第一个是不识 第二个是暗语 第三个是立行 第四个是疼寺 用这四种方法 接引众生 授受众生 我们今天说 法缘属生 法缘从哪里来的 戒缘啊 那不戒缘 你的法缘怎么来的 戒缘用什么东西 戒缘呢 布施啊 他不布施还行吗 先要付出去了 有不少 法私 我们见面呢 常常问我 你的法缘为什么那么好啊 可不可以教教我们 我说可以啊 你是 怎么做的 布施 你肯布施就行了 我没有到新加坡来 都送了几万策的经书 到这来跟大家结缘了 人还没来的时候 书都来了 录影带也来了 录影带也来了 这不结缘怎么行呢 不施敌了 我们 为了 成就自己 成就大家 必须要下等 钱 没用处 钱 最害人 钱有毒 赶紧把他散出去吧 不要留在身上了 散得干干净净 就得大自在了 世界人不晓得 第二呢 爱 爱与 出自于 真诚心 真正 爱护 一切语言 都是帮助众生 破迷开悟 都是帮助众生 力苦得诺 真实爱护 一切语言 佛在经典里面 所有的言语 都是爱语 第三个 力行 力是利益 一切所足 对于众生 对于社会 决定是有利益 决定没有害处的 这众生才 愿意接近你 才愿意听你 第四个是同事 同事逼着要 发生大死 没有真的发生 同事这条 不能求 发生大死 他的定功够了 智慧也够了 譬如那些大菩萨 他看你有缘 他也来度你 你喜欢打麻将 菩萨怎么样呢 天天陪你打麻将 而且每一场 闭影 他比你高明多了 你就向他请教 他就说 修定修会 你就高明了 用这个方法来 先给你同事 你喜欢什么 他可以跟你一样 这个就很欢喜了 很容易了 但是没有这个定力不行 没有这个定力的时候 这些人喜欢五一六成 你跟他去了 就被他度跑掉了 那个麻烦就大了 所以定力不够 智慧不够 用前面散 这个不施 爱与力行 真正到功夫得力 才可以用最后这个统寺 所以这个是福 是受一切众生 四种方法 不施是其中之一 不施是其一切佛法 佛法自食之中 不外义是也 不施是也 其方向 我们把底下文念下去 推之 把它推广来说 持戒 是也贪承之 仁如 雪成慧 精进雪懈怠 昏尘 吊语 成定雪散乱 昏尘 不若雪 念变 皆莫发而知 实在讲 佛法自食之中 时是开始 出发心 终是成佛 从苏伐心到成佛 修什么呢 没有别的 放下而已 放下就再放下 再放下 到什么都没有了 放下也放下 那就成佛了 所以佛教导我们 如果我们把尽死烦恼 八十八瓶 尽活 放下了 你就正去托幻国了 再将三界 八十一瓶 死活放下 你就整过罗汉国了 你把尘杀 烦恼再放下 你就是三贤菩萨了 再能够把无名 放下几瓶 那你就是发生大事了 到等着菩萨 他还有一瓶 身相无名 还没破 再把那一瓶身相无名 再放下 再舍掉 就成佛了 所以佛法 一问修生 不失而已呀 就是要把它舍掉 舍掉才能够成菩萨 成佛 我舍一点还留一点 不行啊 那还是凡夫 要舍得干干净净啊 凡夫之人 没有智慧 烦恼 忧虑很多啊 害怕了 我统统都舍掉了 我明天怎么生活啊 我的钱财统统舍掉了 但明天我活不了了 你说他放下没有 没放下了 为什么没放下呢 钱财放下了 神没放下了 生死放下了 不就没生死了 那多痛快啊 还要把生死牢牢地抓住 放不下 神外之物放下了 神放不下 那怎么行呢 那怎么行呢 身心世界 一切放下了 实在讲 实在讲 十许多多的观念 都是错 迷惑 我也得这个令 我初学佛的时候 认识了朱金州老巨师 那个时候老巨师七十岁 我大概是 我是二十六岁 他老人家七十岁 送我一本廖凡四岁 我读了好几遍 很有道理 我很相信 廖凡四岁 这讲因缘果报 你要是真正 多了 相信他 你就知道 一银一珠莫非千金 你命里面有多少财 你统统舍光 舍不光 你这舍的 他过几天自然就来了 命里有的嘛 而且怎么样呢 越舍越多 可是你要记住 越多要越舍 你不能说多了 不舍了 不舍就完了 就要得病了 不舍就会得病了 越多越舍 是越舍越多 你怕什么 这一般人的时候 多了的时候 小的这个道理不敢做 就是恐惧 怕自己这个生活过不下去 就害怕这个 这个是错误观念 大错太错了 张爱了你 不但张爱你一身幸福啊 你真的念佛像求生进度 都不可能了 彻底放下 放下之后 你才晓得自在 你才晓得 一样都不缺乏 所以佛法 自识之中 就是识 就是放下 再放下 常常念着不识 常常念着识 念着放下 用这个做关照 也不错啊 也很得力 勉励自己要放下 多多点帮助人 帮助人 帮什么呢 这一点一定要想的 要帮他开智慧 因为智慧开了 所有一切问题都解决了 他今天没得吃 送一点吃的给他 明天没得穿 送几件衣服给他穿 这个实在讲 太有限了 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解决问题的办法 是要帮助他 明了 英国的道理 要帮助他这个 帮助他 知道佛法的好处 教他如何修学正法 怎样啊 破密开悟 这个礼仪 叫大 要在这上 去帮助人 所以 过去 印光老法斯 一生 所有一切的供养 全部拿去 印金布施 那个印金 不就是帮助人 开智慧 他的 红华社 就是他那个佛经流通处 印送 了凡四天 感应篇 安四全书 这三种 我给他概略古迹了一下 至少有三百万尺 其他这些经论 数量都没那么多啊 几千尺 一万尺都不得了了 唯一读这个书啊 也那么多 所以我那个时候 1977年在香港 在香港讲经啊 住在这个 中华佛教图书馆 谭旭老法斯 就到场 那个里面 收集的书很多 红华社的书不少 我们有四在里看书 看版权印 一个书的时候 印了几十版 每一版 少的三万尺 多的十万尺 哎呀 我吓一跳啊 老法斯 为什么 这样大量的 流通这三种书 这三种书不是佛经 如果是佛经 我们还不奇怪 都是佛经 不断流通 还有一篇传记里面 记载的 清朝末年的时候 老法斯在普陀山 他都住藏地楼 定海的知心 请他老人家 到定海洪法 他没去 他派了一个代表 到定海 去讲经 讲什么经呢 将文昌帝君阴之文 是道教的东西 这都是我们觉得 大法斯 你不去讲一部佛经吗 去讲道教的东西 干什么 我们才晓得 老法斯真智慧 真能关机 讲佛法 对他没有用处啊 文昌帝君阴之文 跟感言平一样 讲因果报应 这个是学佛的基础 的基础 他的大根基 你在晓得这个东西重要吗 人知道自己的命运 知道因果报应 齐心动念 不敢存坏心 不敢有妄念 幸好 他的言语造作 自然就收敛了 这是个好人 经常讲的善男子 善女人 先要把他提到这个标准 然后才能接受佛法 老法斯的作为跟一般人不一样 这是我们要能够体会得到的 所以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 两番四分 这三样数就非常非常重要 我七七年 从香港回到台湾 看到老法斯这样做 我们在台湾 也大力提倡 回到台湾 就印了五六万策 而且 这几样东西 我都讲过 早年讲的 都没有 没有录音了 早年讲过这些东西 再看末后这一段 这再举很具体的例子 入听经 学世间欲乐而来却佛 这都叫你学 都叫你放下 你每天晚上到这来听经 大概家里面都有电视 有很多娱乐场场所 也有朋友跟你约会 你都不去了 都放下了 都学了 你不学怎么行呢 所以你学那个 你才能学佛 天人学欲界 这极深色界 天有二十八成 风轨三界 欲界色界 五色界 欲界天人 要不能把 通通写得干干干净净 色界天 他去不了 学色界 这生五色界 这才能到 四空天 学武之既阻 学武之既正过罗汉 我们今天正不了 武之既正过罗汉 为什么呢 武 武 抓得很老 决定不肯舍 这就没法子 可是 可是你一定要知道 这是本来我们不晓得 听了佛法 才知道啊 只要知着我 你就有三界轮回 就有六道轮回 所以你要不想再搞六道轮回了 我学掉就没事了 六道就没有了 超越六道了 所以要有智慧 要有胆量 敢把我 写掉 写掉之后 真痛快 真自然 什么烦恼都没有了 不但烦恼没有了 生死没有了 六道没有了 那么生死六道没有了 是不是这个生的马是就没有了 不一定 生还在这个世界 生虽在这个世界呢 没有生死了 没有犯恼 因为你把母死掉 前面讲 无母相 无人相 无众生相 无受者相 真死掉 那么这个身体在这个世界呢 快乐 快乐 在这个世界 时间的长短 随缘 随什么缘呢 众生还需要这个身体多住几天 佛菩萨 需要这个身体多住几天 多住几天 干什么 红伐 立身 给众生啊 给众生做一个 两生死 出三界的好样子 如此而已啊 若是自己呢 是菩萨 世间发射掉了 还执着佛法 还是不行 你那个心啊 还不清净 学苏婆 即生即乐 你要想到极乐世界 去清净阿弥陀佛 苏婆世界 要晒掉 苏婆 这是讲 苏婆的六道 苏婆的大前世界 有一丝毫的坦念 西方极乐世界 就去不了 必须毫无牵挂 真的写得干干净净 热用寻常之中 一切岁月 纵然是 自行化他 也是 水月道场 梦中佛寺 这样才真正做到 丝毫牵挂 都没有啊 这才能生净净 才能够 清净阿弥陀佛 冰雪一雪 雪到最后没有了 冰雪也雪掉了 没得雪了 那就成佛了 圆满菩提 说 由此可知 只要一面行讯 一面不放在心里 即两边不追 这是把布施 波罗比 把菩萨 六度万块 具体 教给我们 教我们 若是在生活当中 如何 像 构佛菩萨 一样的行法 这个叫真正 实佛 学佛的生活 学佛的行持 不是在文字里面 学 不是在言语里面 学 在日常生活当中 一面行修 行什么呢 有这个身 哪有个行 像释迦摩内佛表现的 早晨起来 穿衣服 特国吃饭 就行啊 我们早晨起来 穿衣服 这都是行啊 在家里面 做家事 上班的时候 你去做工 样样都在行 这就叫 一面行修 我们是天天这样行 佛菩萨天天 也是这么行 不一样的地方 在哪里呢 佛菩萨不放在心里 心里面 干干净净 没有分别 没有执着 我们的凡夫 有分别 有执着 不一样就在此地 我们学佛菩萨 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 学一个不分别 不执着 一切实 一切出 一切静元之中 竟是物质环境 原是人寺万静 学一个 不起心 不懂念 跟大家应酬的时候 学随缘 不攀缘 随缘呢 就是自己 不起心 不懂念 我这个形象随缘 心里头如如不动 干干净净 一尘不染 一尘不染 这叫修佛 这两边不住 因为有心 不住空 心里干净 一尘不染 不住油 空油 两边不住 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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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办事 你工资 你每天去做工 每一天都有你自己需要做的事情 出事去 你去做事 不妨碍 做什么事情都不妨碍 过行过夜 男女老少 什么事都不妨碍 呆人 与别人往来应酬 就处理一切物质上的事情 你能够像佛菩萨一样 心地清净 一丝毫不沉染 你无论办什么事 必然功而无私 过而忘嫁 这就是在社会上 第一等人物 也是我们前面也在讲的 给社会给大众做一个好样子 我们所作所为 都是利益动争 利益社会 利益国家 为什么呢 没有私心 没有我 没有贪嗔痴 可知不失业法 包括一切 对吧 一切世间法 包括在其中 一切佛法 也在其中 你要问 大乘佛法修个什么 不失而已 所以 大善之时 教人 看破 放下 放下 就是不失 看破 是般若 不若是智慧 智慧开了 看破了 看破 当然放下 看破 没有 不肯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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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破 太平了 不肯放下 没有 看破 这就是 有什么 我不肯放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